叠层的用意是提升你冲装的成功率 请先看表格 看不懂没关系 很简单一句话 你想叠20层就用加14的装备来叠就对了 但除非你很凯 不然建议你在叠层前先准备好4只以上的13级角色 黑精灵主线任要解到可冲装为止 请看图 每只角色的叠层是分别独立 假设我手上有一件想冲给小号用的装备 目标是冲到15 但因为不及助用 就先拿来帮每只角色做叠层 比方说现在叠到10层理论上很高了 就换只角色让他也从0开始叠 很不幸的竟然又叠到10层 没关系 再换角色叠 这次很不幸的叠几下就过了 但你有损失吗 没有 过了也赚 没过也叠两只10层了 再把刚才叠10层的角色打开来冲加14的装备 很不幸的点到20他还不过 没关系 再换一只10层的角色来冲 一样又是叠到20层还不过 没关系 把加15的装备放上去改冲加16 叠两下 过了 有损失吗 呵呵 也没有 叠层冲装是一个很整体性的概念 最浪费的是叠30层以上去冲加15绿装 你组公看了一定会吐血绿或白装在冲加16以前你完全没必要去叠它 在没有叠层的前提下 一件加14的装备你再怎么倒霉冲100次也会变加15 相反的 你如果懂得利用这失败率多创几只角色来叠好叠满 日后要冲加18才有足够的本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吊散